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掀开感应片 第109集 清满先灵 伟丽丧命 第一句 先灵是祖先 诸节里面 说得简单 明了 言语虽然简单 意思非常的深长 先灵 祖先之灵也 凡兵念无礼 沮丧无至 安葬不俗 摘济不沉 拜扫不勤 慈妙不整 香火断食皆清满也 这是指出这几个例子 这末后 这一句是无尽的感叹 那么这些话 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主流 是核心 但是外国却很不重视 他们没有这个观念 也就是他们没有孝道的观念 这个孝极中心 他们的观念非常不弱 这个跟中国文化完全不相同 所以思维也是相悲的 中国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人 现代中国人几乎 逐渐会外国同化 从前的中国人 观念当中 见一切人都是好人 一切事都是好事 可是外国观念当中 跟这个180度的相反 外国人齐心动力 人都是坏人 事都没有好事 所以他一定要你 举出很多证据来 你是好人 这个跟中国不一样 所以根本的观念在记住 爱父母啊 敬祖心 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记足 他是大获莫及 常常问道 祖心 几百年几千年 你都没有见过面 你记他干什么 他也不知道你 你也不知道他 所以他感觉的很诧异 所以他感觉的很诧异 可是中国人呢 饮水以思远 我们有个根 有个本 这个根本 是远古的祖先 几千年几万年 我们这一幕从哪里来的 对这个非常重视 应不应该 应不应该重视呢 应该 为什么说应该呢 像一棵树木一样 我们一个身 好比是树上一片树叶 我们要寻根 Stage 할로 这叶从哪里来的 那叶烧身的 树烧身 told 这烧从哪里来的 从枝来的 枝里头长出来的 枝又从哪里来的 枝从干里头来的 干从本里头来的 本从根里头来的 寻根 然后才知道 整棵大树 是一个 外国人不懂这个道理 也不懂这个方法 所以佛在大臣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 跟自己一个生 整个大树就像是发生 我们这个生 是树 这棵大树里头的一片树叶而已 这篇树叶跟整颗大树是一体 不是二体 我们称这个大树 在佛家里面称为发生 受方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一心一智慧 佛才把根源找到 所以经上常讲 撤发地域 了解 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知道 人与人 人与一切众生 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是其他宗教里头 有说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没有说得这么明白 世间学术 到不到啊 中国的古圣仙仙所说的 虽然讲到根本 但是讲得不清楚 但是对于知语干的 可以说是 说得相当清楚 在往深处的时候呢 就很模糊 佛法讲得清楚啊 所以中国人讲到爱人呢 佛法讲的是一切众生 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 尽虚空便法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 一切众生呢 跟我们同一个根 同一个本 根是什么呢 佛法里面讲的心 本是什么呢 本是佛法讲的实 华言上讲的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为心所现 为始所变 这个心跟始是根本的 所以 中国古里里面 无理 第一条 就是记礼 记祖先 爱祖先 千八年的祖先 你都那么敬爱 现前父母 哪有不孝顺的道理 孝道从哪里建立的 孝道从祭祀上建立的 今天人 不孝顺父母 祭祢 祭祢 失掉了 他怎么会 孝顺父母呢 祭祢是 父母做榜样 做孝顺的榜样 给下一代看 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了 老人 自己父母 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你说你孝顺 你的儿孙 他没看到 他从你祭祀上看到 盖戒沐浴 祭祀心灵 他的效果 父子说得好 您得归后 效果是 助长社会 淳厚的 风俗 这个社会才有安和落力 人民才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眼前的效果 深远的利益 无尽 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看 效道达到究竟圆满 这个人就称佛了 佛家的教学 食于孝顺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金业三福 第一句 孝养 父母 奉死 四掌 从这里开始 到最后的圆满 还是这两句 修行 正到等教菩萨位 孝敬 还清一分 还没有达到圆满 为什么呢 你还有一瓶 生意向无名为破 还是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老师 必须最后一瓶 生意向无名破镜 正得圆满的佛果 孝勤 圆满了 敬老师 也圆满了 佛家教学 不仅是释迦了 社放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学 如此而已 我们要清楚 要明白 学佛 学什么 学校养父母 学奉死四掌 你的修养 提升到普贤形了 普贤形里面讲的父母 一切男子是莫妇 一切女人是莫妇 把校养父母 这个行为 对虚空发解一切众生 这是普贤形 如果不是虚空发解一切众生 是我们这一个世界 这一个地球 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 那是菩萨形 不是普贤菩萨形 普贤菩萨形是 净虚空别发解 这个孝心扩展到虚空发解 一切众生 皆是我的善知识 善知识就是老四 华严经上 我们看到善才通词 除了自己一个 是凡夫是学生之外 皆是善诱 这是静思的心 也扩充到虚空发解一切众生 这叫普贤形 普贤形不容易修啊 你还对一切众生呢 有分别 有职责 就不是普贤形了 那么修行从哪里起 太上此地所说的 对于老人 对于父母尊长 决定不能有轻慢 这个念头啊 轻事没有放在心上 俗话说 没有放在眼里啊 慢是傲慢 无礼 现在人难了 现在人说无礼 这两个字都讲得太过分了 无礼是什么 他还懂得礼 他没去做 叫无礼 现在什么叫礼 他根本不懂啊 无礼 无礼两个字都谈不上 所以今天的学会 悲哀 所以我常常想 外国宗教 何以说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这个念头 从哪里来的 我想大概是现在世界 什么都不懂 道德 仁义 里 全部懂 那怎么办呢 只好把这个世界毁掉 重新再来过 我想世界末日的思想 从这来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 中国古人常讲的社交 教是教育 把教育丢掉了 无量寿经上讲的 心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忧欲者 没有人教你 局势之人 都不懂得 教下一代 这个我们能理解的 为什么呢 不知道教自己 他怎么会教别人 他怎么会教下一代 古圣先行的书 摆在面前 不念 念了也不懂 这个问题严重 我们这一生当中 真正能够受持 这样的书 一本两本就足够了 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 稍微有一点深度 一般人没有法子接受 根本他就不懂 佛帮助一切众生 非常注重于根基 现在人是什么样的根基 应急说法 才能收到效果 圣贤知道的沉传 沉到今天 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细心去观察 这当中难免 古德沉传 疏忽了现实 谈旋说庙 不切于实际 这个风期到现在还有 我们看到很多出版的这些书 这不是旧书 新书 再看到许许多多的杂志 佛教里面的杂志 都在研究一些理论 都在研究一些理论 谈一些心性之学 没用吧 不切实际 所谓是 烧不到痒处 说的是没错 不能拯救 社会大众的弊病 这个就是佛家所讲的 去理不去基 理上讲的没错 不缺众生的基 所以我们想到 应光大使 为什么特别提倡 了凡私信感应片 暗事全数 中安寺遍地 遍地一部书 这一部书里面 实际上四样东西 第一篇 文昌帝君音质文 性质 跟感应片完全相同 是 善因善苦 我因我报 善物的标准 这是我们切身的厉害 不可不知 第二篇 万善先知 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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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杀 第三篇 欲害 回眶 劝人 断淫 杀 淫 所有一切物里头 最严重的 两刀 这两个物要是断掉了 其他的物容易断了 那都置之夜夜 这是根 第四篇 是净土 劝人 念福 求生 净土 惜归之之 所以印族提倡 这些书 没有提倡一些经论 我们就晓得 那是真实智慧 真实的教诲 确确实实 可以挽救 现代的捷运 我们如果懂得 大师的意思 懂得大师这个做法 我们就欢喜 接受 意交 奉献 在这个 坐卧 到极处的 这个时代 我们还能自救 我们也能 帮助一切众生 这个意思 我们要 深思 要立心 有能力 可以设计 设立一些 经论善书 帮助我们修书 帮助我们弘法 没有能力 就这几部书 遵循古大德的注解 也就够用 就很好了 理机 爽起 这一端 意思没讲完 明天我们借着 再谈 好 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